高效意象沉吸仪可以搭配各种不同的侦测器 扩大其沉吸样品的分析范围和种类 常见的侦测器有 紫外光可见光侦测器 折射率侦测器 荧光侦测器 电导度侦测器 电化学侦测器 光电二极体正列侦测器 表格中可知不同侦测器 可适用于各种种类的代测物特性分析 若我们想了解市售饮料中糖类种类和浓度 折射率侦测器搭配高效意象沉吸仪 简称RIHPLC会是很适合的分析仪器 也是制作本影片的目的哦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折射现象 例如把筷子或笔插入水中 会看到折取的筷子或笔 这是光进入水里面时产生折射才带来这种效果 再举一个例子 在水底下的潜水肤抬头向上看 因为光经过不同的介质 使光运行方向改变 所以潜水肤看得到水鸟却看不到钓刻哦 以上两个例子 可以知道光线从一个介质进入另一个介质的时候 因为光的行进速度产生变化 所以行进的路线也会不一样 产生一个角度上的转折 这就是折射 也就是斯乃尔定律 市售的水果甜度计 就是应用折射的原理 利用光线穿透不同浓度的糖水时 折射角度会产生改变的原因 以换算出糖水的实际浓度 若将折射率侦测器 配合高效异象沉吸仪的沉吸效果 由于不同的糖分子种类 对分析管柱中填充的物质 所受到的吸引力不同 吸引力较弱的分子 会先被移动向溶剂分离出来 再由侦测器收集被分别冲提出来的 糖分子种类的RT时间和讯号大小 因此能同时达到定性和定量的需求 是有效率的分析仪器 消费者对饮料的甜度需求因人而异 虽然是用味蕾来品尝甜度 但依据食药署 包装食品营养宣称应遵行事项中 明确规定 市售包装食品的外包装 对于产品标示 无糖、不含糖、零糖以及低糖、少糖、薄糖、微糖、略含糖 有实际糖含量的限制规范 因此业者必须实际检测单糖和双糖之含量总和 方能决定产品的标示宣称哦 为培养大学生对民生议题有深切体会 以大学分析实验课程设计 饮料中糖类制定量 并配合折射率侦测器 高效意向层西宜 期待能培养学生有多方面的科学视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准备上机以前我们先来看每一个侦测系统目前的条件和状态 这是高压邦谱 目前的压力是29乘以10的-1MPA 那它的流速是每分钟1毫升 这是折射率侦测器 它的讯号xy轴非常的特别 首先x轴是rt时间 它的0分钟是在它的最右手边开始算起 那往左边是它的前32分钟的讯号大小状况 所以是非常特别的读法哦 另外y轴是折射率的讯号 它的单位是micro ri unit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仪表板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按钮 0的意思就是让目前的折射率数值强制归零 那purge是什么意思呢 purge就是这个侦测器里头有两个flow cell 一个是sample cell 一个是reference cell 这两个cell都各自有它们的折射率 那purge就是让这两个cell同时归零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准备上机以前 记得这两个动作同时都要做 那我们就先来做purge吧 把purge按下去 你会看到萤幕上面的purge黄灯会亮 通常我们会看状况 会让它purge大概1到2分钟 结束以后再将purge按掉 那这样黄灯就会消失 那此时你会发现 它的折射率的数值并不会归零 这时候我们只要再将zero的按钮 把它按下去 这样就可以强制归零了 这两个动作都要做 才能够准备上机哦 这是折射率侦测器很特别的地方 这是移动项 我们的溶剂是acetonitrile和水的比例 分别是75比25 那在展开剂的正下方 就是我们的肺液酮 这是分离系统 分离管柱放在oven里面 保持恒温 那打开以后呢 可以看到管柱就在里面 那这个是样品注入的地方 那我们透过今天的影片 我们来详细讲解一下 我们的样品的流向 首先样品从注入孔进去以后 通过这个六向阀 然后溶剂 再经由高压邦谱 将我们的代测样品 通过这个分离管柱 进行程序 那先充提出来的样品 经由管路送到折射率侦测器 所以有一个印的方向 那进去以后的讯号 被侦测器所收集以后 再由这一个out的这个管路 废液就可以流出来了 那就进入下方的这一个废液桶里面 打开数据处理记录系统 电脑荧幕桌面是SISC的软体 点选两下 选择数据折取 等候 按继续 再等候一下 那大家看左上角有两个channel channel通道A channel通道B 我们堂类是设在channel通道B 点选进去 那给一个图谱起始的档名 例如给日期 然后你这一次打的样品的时间 例如是八分钟 还有你要注射样品的数目是多少 例如五根 就选这三个就可以了 接下来按下一步 好那这就是档名 他就会以今天的日期 然后最后面就是他的序号 他的序号会从0号开始 01234 所以总共五根 确定你的档名没有错的话 选择这个继续储存 好进来以后呢 目前就是仪器跟软体之间 目前连线的状态 萤幕的上半部 他的讯号的间距是-10到100的强度讯号 那下面是看细微的 他的间距放大-20到正20 大家可以看到基线 目前的状况非常的漂亮 他没有很严重的讯号的不均匀 好那我们就准备上机了 接下来我们来抽取要上机的样品 把针头直接插入我们的液体 轻轻的把样品往上拉 如果你有看到气泡的话 再把它全部送出来 然后再慢慢的把铁针往后拉 通常来回几次气泡就可以感除了 到达你要的刻度以后 记得一定要把针拿横 不可以拿直的 好我们准备上机 在上机以前我们先检查目前的数据系统里面的基线讯号 那我们从这个放大画面就可以知道了 现在的基线非常的漂亮 准备上机咯 接下来我们来注射样品 这里有一个小洞 样品注进去 把阀门到顶 到底 阀门打开 样品注射进去 阀门关起来 一关起来就马上沉吸了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讯号了 这个横轴就是它的IT时间 单位是分钟 纵轴就是豪福特 就是讯号的强度 那第一个讯号已经出来了 好 那我们就继续让这个样品沉吸 接下来我们来将上机后的数据全部截取下来 选择下方的主画面 数据处理 单一数据处理 然后把这一个画面往下拉 就可以看到在work2里面我们所打的样品 然后把你的档案交出来 按确定 这就是刚刚我们跑完的数据 横轴是RT 单位分钟 纵轴就是强度MV值 那怎么样把这所有的数据都下载回来呢 选择上面有一个资料传输至 就是Excel 点选下去 打开Excel档案 那在左下角 这是中文的工作表1 我们把它改成英文字 那再开一个表单 Shoot2 好 那现在把滑鼠移到Shoot1 现在再把数据打开 好 图谱设定 图谱我们要存在Shoot1 好 那我们要沉吸图谱 还有基线图谱 按确定 有非常多笔资料 让它储存 有3001笔的数据 我们来打开Excel看一下 在这里 A栏位就是RT B栏位就是程序图 C栏位就是它的基线图 那它RT时间单位是分钟 那总共有3000多笔 好 那我们现在再把滑鼠移到Shoot2 那现在再打开一样 资料传输至Excel 我们要把波峰这个资料下载下来 放在Shoot2 那后面的东西就如画面所示 都是我们要下载下来的数据 按确定 好 有5笔 按确定 看一下Excel 就是这些 好Shoot2 它的波峰的资料 全部都下载回来 总共有5根Pick 它的RT 还有RT下的面积 还有面积的百分比 高度 高度百分比 这些资料都已经被我们下载回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做数据的运算了 将所有样品上机后的定性和定量资料 依以下步骤进行数据整理 1. 表列各种糖类标准品 其分别RT时间 积分面积 2. 整理不同浓度标准品 层吸图谱的RT时间 重叠度越高 表示定性再线性加 移动向和静止向的条件很稳定 3. 画出各种标准品的线性曲线 R平方越接近于1 表示仪器状况良好 以上两个条件R平方和RT时间 若很稳定 则代测样品的数据可信度就很高 以下是各种糖类标准品 应整理的数据和图表 这是果糖 半乳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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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出这些数据和图表 要花你一些时间哦 细心和耐心是必要的 希望你能享受在其中 接下来将市售饮料的层吸图RT时间 和标准品RT时间做比对 可以得知市售饮料波峰是哪一种糖类 由此示范样品得知是浙糖 再将该波峰下积分面积分别内插至浙糖标准品的线性公式 即可得知该市售饮料 这糖的上肌浓度 然后将此上肌浓度 反推出其原始样品的浓度 公式如荧幕所示 若有该品牌饮料营养成分标示值 那就可以进一步换算实验准确度 公式如荧幕所示 期待你能正确整理出此RIHPC实验数据 这是非常重要的定性和定量实验技巧训练哦 期待你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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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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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